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欧洲的粉丝已经是2161天才看到了欧洲的队伍进到了BO5 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第一场的BP SKD在蓝色方红色方是G2 eSports 新德拉跟一个老鼠之前PORCE的新德拉在小组在面对FAK的时候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在前期是压住了FAK而这边LULU跟扇子妈也是SKD最擅长的双盾体系被绊 这两手班人的话辅助其实封锁的还比较适应这个MSI的版本 现在来说的话看下会不会从打野 这里办了一个老鼠是之前我们在BP上没有想到的又办了一手大嘴 看这个驾驶是不是要在前三选抢AD了 我觉得这可能会拿一个线上比较强势的点 逼迫着G2不可能去打一个后期的CARRY 打野是完全FreeFUN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要不先抢瞎子 先抢瞎子然后G2这里 要不先把女级拿下来我在想 如果他们要打后期阵容但要想其实两个辅助宝牌已经被拿掉了 如果选翠神可以选女警 对翠神加女警 你如果敢选瞎子那我这边先要拿打野 然后再拿一个ZV非常擅长的一个AD 对甚至第三者要考虑要不要抢八条了 因为现在你中单能做宝牌的英雄没那么多了 如果这边拿女警的话 那SKD相对应的可能要拿艾西加一个线上辅助了 线上辅助现在还剩下纳美以及捷拉 纳美挺好我觉得我觉得可以拿女警跟纳美 续航能力不错 大家看一下主要是看一下G2二手选什么 这一手爱西加纳美 这边应该是女警 这边女警应该是没得跑 对 那这样子的话G2还是拿了一个自己在小舞台里面用的比较多的一套阵容 爱西加纳美的话 小孩真点了一首暴女 但我觉得这个暴女应该不知开个玩笑 选了一个寒冰以后 这一手应该不会选上来吧 卡牌 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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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放弃了 反正这个线上组合还是很强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G2要拿中单还是要拿一个辅助 辅助你如果不拿纳美的话 在第二轮是选不到的 还是说他们辅助就选这种宝牌 他们要拿塔姆 就选这种宝牌 因为是要抗扯一下爱西 但这样的话其实女警在线上的能力就会大大的受损 其实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刃剑吧 你可以提供一个保护能力 但是你在线上 卢歇安 之前飞克也是表示他在 B5里面他可能会先下卢歇安 我觉得SKD现在要考虑要不要奔发条 因为G2是先选 对 我们发条要奔 刚刚在讨论三四手 其实辅助跟中单是一起匹克的 对于G2来说 只是SKD给不给奔的一个问题 确实发条现在是一个比较好拳的对于G2来说 而且SKD这套中容也可以拿发条 现在有几个点啊 发条 凯南 发条 蓝博 还有小裕仁 这三个点是后面的BP会比较着重争夺的一个对象了 但是Counterpeak在G2手上 所以我觉得SKD这边也不会 也不至于会先让剑击这种英雄 可能会拿上单Counter 小裕仁班了 主要是小裕仁这一手 菲克之前也用过 如果说G2这边要选一个 类似于法师类的 辛德拉这样子在中路发育的话 还是挺怕菲克拿 辛德拉变变了 辛德拉变变了 手变掉了 辛德拉变变了 小裕仁班 那应该是要抢发条了 这个余仁我个人认为 变在忽利城上是比较多的 抢发条 然后用上单Counter 现在是G2最好的选择 对 但我觉得没有变到兰博 其实是比较抖一点 SKD如果拿一个兰博 中期体系威力很强 发条之后被变掉了 发条被变了 其实发条是对G2这阵容 最好的一个中单 但这时候我们来考虑一下 选兰博怎么样 选兰博他对面可能是一个加里奥 选兰博 选兰博 因为现在分代可以给压力的凯南 跟小裕仁都被变掉了 可能 选兰博 会有点担心被针对吧 蓝博这个点要难吗 这个有点连选带强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脆诊体系其实缺伤害的一个体系 对 所以他上单蓝博可以很强的 去补足这个魔法伤害 是 那中路会不会是杰斯啊 G2的BP做得很不错 加里奥 这边选加里奥 没有任何的毛病 主要是SKD是自己手势变掉发条 拿什么英雄打 选蛇女 拿了一个线上能力超强的蛇女 这边中单这个点上技术选不到好的了 现在如果来说 感觉在第二轮的PG上面 SKD占的便宜了 对 这一手你维克托拿出来的话 整个双C太后期了 不是那么好 中路来说的话 维克托 我个人认为甚至瑞兹可能会大一点 但瑞兹又被蛇女counter 这可麻烦 啊 杰斯 杰斯 他刚说到这个英雄 杰斯好一点 这样的话其实在我觉得啊 在后面两选 SKD把局面搬回来了 好